这个星期的中天调查报告将会为您推出跨越逆境看见希望系列报道 而今天呢首先要带大家来认识的是一位高中女学生 她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必须要换肝 如果没有等到适合的肝脏最多只可以活到两岁 不过后来她幸运的等到了也活了下来 而十几年过去当初的小女婴现在已经听平御立 也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师大附中 她是未来想要当设计师 而在鬼门关前走的这一回 她也说了活着才有希望才可以看到转机 为什么要外出 那外出在一起这样 上课时间这位高二女生没在教室 穿着制服走出校门 花背包 运动鞋 改过的制服裤 跟普通高中女生没有两样 看不出来她已经在生死关头 来回好几趟 身体OK的话是一个月最终一次 然后如果有事的话 就一个礼拜可以一两次 上医院比上市场还稀松平常 公车摇摇晃晃 控着的博爱座 她坚持站着远坐下 白色的制服下 她的肝脏是从别人那一直来的 她的生命是从人生手中抢回来的 妹妹叫什么名字 说又轩 你请就好 对啊 我等一下会可以这样请 学校要让我这样请 你应该是要做请假的 不会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就直接走了 抽完血压着手臂 若无其事总归人群 十八年前的她可没这么从容 美国出生的又轩 早产两个月 闲电性胆道闭锁 又有严重黄胆 一出生就被推进手术室 肚子风风合合 小小身体千疮百孔 换肝前 它就像一颗南瓜一样 它真的非常让黄 而且它肚子很大 那它每次在哭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到那个肝 那个肝已经雲化了 它会一直跳 它唯一可以活命的方法 就是肝与止 我没有等到的话 我最最好最好的情况 我只能活到大概两岁 健康一天天恶化 束手无策 只能期待有肝可患 直到十一个月大 终于盼到远方小男孩 一爱人间的肝脏 她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我们看到她第一坨大便 是这种应该有的颜色 那个金黄色 我记得我都哭出来了 很感动 因为表示那个肝在运作了 但作战成功才是辛苦的开始 她的免疫系统不断排斥 这个外来肝脏 又宣得长期服用药物 好让他们和平共存 三颗是抗排斥 其他七颗都是尾糖 一天是七颗 一口药一口水 从小到大她吞下的药丸 比糖果还要多 除了免疫力低容易生病 心理压力更是如影随形 小学游泳课 肚子上三条手术刀疤 成了同学间调侃的话题 她说一天的疤好心 她已经很大 不要乱执 你觉得很难过 不要回到家就哭啊 如果小朋友笑我的女儿说 你那个疤那么大 我跟她讲说 You know what 我是被鲨鱼咬造的 我现在还活着 再大的挫折都能乐观以对 这是坚强的妈妈 以身作则 给女儿的人生哲学 你知道算她命的人 算到最后都毛毛的 因为她是算不出结果的 我应该要死掉了 她应该要死掉了 那她曾经为了这个东西 她很难过 这有什么了不起 这样才好 你今天活了那么久 她告诉你 你是掌握 你可以掌握你的人生的 连算命师都算不出的人生 她拿起命运之笔 写下自己的故事 她凭实力 考上明星高中 师大附中 好人员的她 还一肩扛下 设计社社长大任 她人太好了 对 有一点扶虐恐的倾向 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 你这样就睡了 小个头的社长 跟学弟没有距离 佑萱的兴趣是画画 未来想读服装设计 她要让自己的生命 跟作品一样 色彩缤纷 雨肝作战的日子 不仅是过去是 现在是 还是没有尽头的 未来是 情况一定会好转 你要活着 你才会遇到 情况好转的那一天 最艰困的处境 有最坚定的眼神 我没有等到的话 我最最好最好的情况 我只能活到大概 两岁 她们的人生 你我的故事 找回台湾的感动力量 12月24到28日 请锁定中天晚间新闻 跨越逆境 看见希望 系列报导